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它那肉味跟它那卤味比 简直天差地别你知道吗 煮得很入味 又很松软 然后我点了那个半斤半牛嘛 那个筋也是很软 这基本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然后我想特别说一下的是 它那个面有大和小的分别嘛 然后你那碗觉得好小 然后看我那碗怎么那么大 像那三块钱分量我觉得也是多了挺多的 对 算了我觉得一个蛮合理 加味了吧 就是我们点了辣啊嘛 吃完也不会觉得哇 那辣味是不会留在口腔中的 因为它有那酸菜在嘛 它那辣味就是冲击一下 然后又降了下来 就是如果你闭上眼睛就觉得 我在关店吧 我在关店吗 没有 就有家常味 虽然不是我的家常 我家没那么好吃 然后水饺的话 中规中矩 我怎么那么输了 算家常味吧 假如我住在附近 我会隔三差五去一次 就吃碗面而已 对 而且我想看了一下他们别的桌子 那个饭好像其实也不错 有机会再去试试呗 对 就是我觉得价格也合理 就比如说你住在附近 然后晚上不知道吃什么 其实这也是挺不错的选择 就比较清淡一点嘛 也不清淡 所以就比较简单 简单的 比较简单一点 简单温饱 所以Chef Ben以后要多带我们来Burnaby吃饭 希望嘛 对啊 你忘了你上次陆琪妈的时候 你说什么 下次我只好找别人去吃了 然后真的找了别人去吃 就没有跟我们再去吃过了 Chef Ben这东西 他自己偷偷去吃九宫格 好好吃那一顿 好吧好吧 好啦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收看 我要去喘一下气 虽然分享很开心 最近 最近情形是不错的 对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 如果未来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 请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下一期会 谢谢大家 irregular